跳蚤市場賣二手物 王文志收的是銅板小錢 但至少成多 五年他就累積三百多萬 這一部我籌備五年 五年最被資金的來源 就是石王大德的愛心 這些石王大德捐贈的東西 有變現金買救護車 十一年前 王文志在自家面店成立 捨得轉運站 接收民眾資源回收物 八年前他存到第一筆錢 當時用一百三十萬 捐給台中市衛生局一輛救護車 五年前第二部救護車 捐給南投入骨箱衛生所 現在第三部車要價三百三十萬 他也不手軟 頂級配備捐給台中市消防局 王文志的媽媽跟小孩 都曾經生病 用救護車送醫急救 從此他就發願 在有生之年都要做公益 樂在其中 盡在不言中 就是很佩服他 對啊 你說十一年了 對啊 我覺得他生意也不錯 應該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做愛心的 民眾知道他的愛心 主動提供堪用的二手物資 讓他變賣 王文志腳步沒停下來 他已經啟動捐第四部救護車的計畫 王文志希望更多人一起響應 把愛擴大 大愛新聞的亞平楊俊廷台中報導 高雄一天